在美國購買建材回家DIY組裝與修繕 都是相當正常的事 而說到DIY修繕建造 就不可不提Home Depart這家公司 成立於1978年的Home Depart 是美國目前最大的家居修繕建材零售商 它的銷售額與Costco不相上下排名第六 在全球品牌價值排名中也名列第19名 不僅超越IKEA 也超越Nike、星巴克等全球知名品牌 家居修繕建材並不是一個大眾需求 住在城市的人或沒有DIY習慣的亞洲城市 都沒有這類的需求 到底Home Depart是如何在這樣的市場前提下 成為全球20大品牌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Dand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26號 由楊誠欣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未來商務產業焦點的 超越IKEA、星巴克的超級零售商 哪國Home Depart 五層線上購物、實體取貨 怎麼做到的? 當網路購物成為一種日常 實體零售商的發展策略也必須不斷地更新 才能在整體的營運上找到不同的價值定位 打造線上與線下結合的無縫體驗 美國最大的家居建材零售商Home Depart 早年雖然是以實體零售起家 網路布局相對晚了許多 但卻成功擺脫實體零售的成本包袱 進而創造不一樣的利基市場 目前有高達五成的消費者 會選擇在線上下單實體門市取貨 奠定了Home Depart走向實體電商的競爭優勢 那到底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呢? 第一個,實體詢問導向的產業 在了解Home Depart策略之前 得先了解它的營運狀況 當你走進一家家居修繕建材零售店的時候 眼前面對的是七千種零件的商品 會有廚房、浴室、花園、客廳等等 不同居住空間的各項需求 其實是有修繕經驗的消費者 面對這麼大量而且有技術性的產品 依然要先做好研究或詢問店內的專家 才能做出正確的購買選擇 根據Global Data的調查數據指出 消費者在購買以下三種類型的產品 通常只需要進一步的詢問 名列第一的就是DIY家居的修繕有61.9% 再來就是消費電子商品跟家具的商品 所以家居修繕建材商品的銷售 到現在仍然還是非常需要實體店的 所以對於消費者來說 不僅可以在店內確認商品是不是符合需求 也可以進一步詢問專家修繕的指示 第二個,線上與實體店面的無縫布局 Home Depot在美國的1980間實體分店 被視為網路布局的利基 讓消費者可以在線上下單 再由鄰近的實體倉庫直接出貨 更可以在下單的2-4個小時之後 再由附近的實體分店來取貨 這樣的經營模式有別於網路電商 但也不同於實體零售 必須是同時整合線上跟線下才能做到的優勢 Home Depot網路布局大約是從2012年開始 2018年來自線上的年成長率為26% 單一商店銷售成長率也達到8% 目前有高達50%的線上訂單 會選擇到實體零售店取貨 即便提供線上退貨功能 仍有90%的退貨 都是在零售店完成的 在線上購物與實體零售緊密連結的情況之下 不需要另外投資加蓋線上購物專用的出貨倉庫 相反的線上購物戶不行可以成為實體零售的延伸 更可以因此重新整頓全國倉儲出貨的系統 讓消費者在線上下單之後 選擇在鄰近的據點到店內取貨 進而與店面銷售專家諮詢 這當然也和Home Depot的產品特質有關 因為大部分的商品並不方便運送出貨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消費者自己上門取貨 Home Depot也抓住他的消費者喜好 知道他們能夠在線上做好研究下完訂單 等到實體店面時就可以縮短搜尋的時間 竟然還有其他的服務 線上與線下的購物體驗緊密結合 讓Home Depot的發展無限可及 第三個流暢友善的數位體驗不可少 Home Depot進軍線上購物之前 除了全面更新庫存系統、出貨系統 同時也更新了自家網站與APP 以更直覺與流暢的數位體驗吸引消費者 除此之外也嘗試導入各種新科技 其中包括自家APP推出AR商品搜尋功能 讓消費者在APP輸入商品之後 經由擴增實境的模式 在7間種商品中找到目標商品 整個過程猶如自身實體店內一般 另外Home Depot也導入電子貨架標籤 提供給消費者進行掃描 進而獲得更加詳細的產品資訊 對許多大型零售業者來說 店面取貨是線上購物行為中 一個經常被低估的因素 但對Home Depot卻特別重要 尤其當消費者經常購買大型、高價的商品 甚至有些消費者是在工作途中來採購的修善工人 那麼他們的需求就是相當及時的 去年Home Depot宣布的One Home Depot計畫 將透過翻倍實體零售店 增加數位應用投資 達到多平台購物的體驗 完整串聯線上跟線下的消費體驗 這項計畫指向一種新的消費體驗 一個新的Home Depot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我們都知道電商是消費的趨勢 不過現今品牌越來越重視線上跟線下的結合 怎麼在線上銷售、線下體驗 已經成為另一波的經營趨勢 正在看影片的你不妨在底下留言 說說看你碰過最印象深刻的體驗是什麼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